已经他们执政说 蔡英文执政2016年到现在 不是只有1450万行政院的那个部分 然后开始做网军的事情 现在是已经上升到 年度预算数位发展部就211亿 然后对抗了 你看这个警政署明年度的预算 也不过245亿 总共有15000多人 但是数位发展部 编制600人 中间有一半的人是约聘人员 就要花我们人民纳税钱211亿 像这样子的执政党 已经动用我们所有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去做他们 继续延续他们政权的事情 难道国民党没有任何的对策吗 民进党的网军这么的强 已经他们执政说 蔡英文执政2016年到现在 不是只有1450万行政院的那个部分 然后开始做网军的事情 现在是已经上升到 年度预算数位发展部就211亿 然后对抗了 你看这个警政署明年度的预算 也不过245亿 总共有15000多人 但是数位发展部编制600人 中间有一半的人是约聘人员 就要花我们人民纳税钱211亿 像这样子的执政党 已经动用我们所有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去做他们 继续延续他们政权的事情 难道国民党没有任何的对策吗 压制不了吗 我觉得国民党不是没有网军 国民党网就是所有台湾的人民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立场跟台湾人民讲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并不是真的是说 是负面的那种贬义的意思 而是说民进党有 但是大家期待 国民党身为一个最大的在业党 你要去制衡他们 那到底你们有没有成立网军呢 我们真的没有网军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有一群很热衷 然后很支持国民党的真实的网友 你可以说他网友们 那他们其实了解我们立场之后 他们会去把我们做辩护 他会去帮我们跟那些假的 网路易勇军的概念吗 他们帮我们去跟假的账号去对抗 去制衡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可以去 把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才是选票啊 因为你民进党他们就是一群 就是网路上的假账号 然后可能一个账号 可能十个账号是一个人在控制 之类的这种网军 但我们是真实的人 他们是真实的民意 他们是真实的 对于这些民进党推出来的法案 是感到不开心 但是有花时间跟这些网路的 易勇军们就是保持一个互动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他们就常常来留言 那我们也会去跟他留言 去做回复 去做一些友善的循环 对啊 那其实我们主席他也有一群 就是很支持他的粉丝 然后也很常常在网路上面 帮主席留言 帮主席按赞 帮主席分享这些贴言 我相信民轩一定也有这些 非常非常 有我经营的这一段时间的心得 就是真的会有很多 你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但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当他没有工作吗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长的时间 一直关心你的脸书发了什么 然后你的Instagram 发了什么东西 他们还会截图 还会帮你制图说 比如说民轩的节目 在耿川妹 这礼拜五晚上九点 要做首播 对就是会有一群很热忱 很热心 然后很支持你的人 对把所有的节目表 做成一个表哥 然后再成立一个什么 林立全后援会 然后再把它分享出去 对就是会有一群 很支持你的粉丝 那这个就是代表你的 你做的事情 然后你的魅力 你讲的话 然后得到认同 得到认同了 那我们就是要去 信更多这一种 认同我们的人 然后来帮我们去做法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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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